我的世界,但发展了生物科技 上一期视频中我们击败了邪恶的绿毛怪后 愤怒的地狱,墨地怪物将大熊猫抓走 并求尽了可爱的墨影龙宝宝 为了平息这场维度战争的风波 我必须前往新维度 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教研念念 那我现在脚下的这个弹力装置的 这是由青蛙所打造的这个仿生科技啊 而且呢我还可以通过蓄力啊 你们看,哎,蓄力越大 哎,我蹦的就越高 因为我脑袋都撞变形了 然后呢左边的话是有一个铁归垒的仿生科技 哎,OK,铁归垒的生成器啊 这是一个炮啊,我去 然后呢我们今天的目标呢 主要就是为了拯救大熊猫 哎呀,我去,等一下 你跳过头了 哎,但是我完全不用担心 最好呢我们落到了这个地下城啊 好啊,兄弟们那上期视频的点单数 只有1000多啊 非常的凄惨啊 但是我相信大家早晚能把这期视频点到5000赞 所以这期视频还是点单抽5000 明天继续日更下期 虽然估计还是点不到 这里看起来有可以合成5G的材料啊 我们降落伞飘下来 这个看起来是守卫者啊 然后还需要一个船 等等,难不成 可以造出来一个潜水装置啊 我们把它放在上面 是一个潜水艇 果然,哎哎,等一下 你别自己先捡上去 你等等我呀 哎,好,我们坐在里面的话 哦,在这个海底世界 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啊 哦,这里可以下去 我们继续往下走 哎,这边可以上岸了 这里难道藏着什么大宝贝吗 好可爱啊 这是个海豚 又是一个彩蛋枪 这是真发射的是彩蛋 那我就只有这一个东西了吗 我要再探索探索啊 我一定是错过了哪些步骤 哦,原来藏在这里啊 哈哈 哎,这就叫做细节决定成败 哦,这是一个雪人的改造武器 你干嘛 是一个机关枪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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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哦,发射的都是雪球 嘟嘟嘟嘟嘟 哎,哎哎哎,等一下 我,我潜艇被我打碎了 这个问题不就出现了吗 哎,什么叫做蜘蛛侠 啊,好好好,哎哎哎哎,等一下 哎哎哎哎哎,完了 我成spider man了 哎,我们登到了这个最高处啊 然后我继续再垫点方块 我看看我能不能直接用降落伞 一路降到远处的这个热气球啊 然后热气球左边呢 就有一个地狱城堡是吧 三二一,哎走 降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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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我去 他怎么降落的速度这么快呀 我去我去我去 降落失败了 算了,大家还是老老实实打过去吧 我们终于搭进来了 让我看看 这是一片小竹林啊 应该是熊猫的家园 哎呀,这里不是熊猫的材料 这里给我们留了一个幻翼的改装武器 这个幻翼呢,是一架直撑机啊 哦,果然可以飞起来了 我们直接往这个地狱堡垒里面飞 哎哎,这边有一个东西 这是一个赤足兽武器 啊,我可以踩在它的上面 踩高枪一样 然后我就可以在原浆里面 自如地行走了 哎,这边还有一个 烈焰之枪 哈哈哈哈 咚咚咚 哇,好帅气啊 哎呀,完了 我的赤足兽掉水里 我的赤足兽掉岩浆里 没了,我去 这个是恶魂 这恶魂怎么跟个知音似的啊 哇,里面有个小boss 正好给他试试新发明的威力 哎呦,我去 两头蛇是吧 先看我的恶魂之炮 咚 咚,来呀 哎,你来呀 然后呢 雪球 机关枪 你 对嗯 哎呦,你ـ 别过来啊 蝶烟人活烧吧 东 哎,给他卡在这里了 他过不来啦 兄弟们 哎,哎,哎 连环爆炸 给我Ni ag ,还不死 还不死看我的大锤 哼 哦 又包装备了 一个钻石裤子 一个注定满面的斧头 和被刀式的斧头 动动 哇这个动画 蓄力一砍好帅啊 很有力量感啊有没有 这是个小手手小爪爪 前往地狱维度拯救大熊猫 上来就有一个恶魂 来魔法对抗魔法 哇地狱里面的生物也是长得奇形怪状啊 不是普通的地狱生物 他们入侵了地狱维度 我明白了 哎呦我许好家伙 这下边怪也太多了吧 我估计大熊猫就在这里被囚禁住了 哎来找我来了是吧 看我的降落伞 哎我先降落开伞 我们首先呢放一个这个铁柜的炮塔呢 帮我吸引火力 开始发射 你倒是发射呀 打呀 完了完了 后面对对对打他打他 你打呀大哥 哦怎么攻速这么慢 哎呦我记我被包围了 兄弟们丢了 好好好帮我兴出火力了 我赶紧到前面去拯救我的大熊猫 哦在这里面进去了 里面有个箱子 里面还有两把武器 这是大熊猫 你全给他拿到手 难道他能放在地上吗 哎呦我去 这什么鬼 功夫熊猫还行 哦他来帮我多弹 好帅啊我去 加油 加油 我去这么猛的吗 我去这么猛的吗 但是他现在着火了 我得帮他呀 坚守着的武器 这是什么 治疗药水吗 哦治疗药水 大熊猫 大熊猫要死了 我要给他治疗药水 哦不对 是这个怪快要死了 来来打他打他 爆炸 大熊猫加油啊大熊猫 大熊猫咱要不要就不打了 我这么猛的吗 大熊猫 大熊猫咱不打了咱撤吧 这大熊猫已经上头了 他被囚禁了 他很生气 他一打五 哇 哇 来了 来了 哦 他会瞬时间移动哎 走了走了 看我的光速回程法 大熊猫快跟上我 看 哎 我们来试一下 你看这个大熊猫吃竹子 可以帮他回血 这里有个小怪 我熊猫 熊猫大将军 需要你的帮助 熊猫砍他 我去 一巴掌给他带走了 好猛啊 快兄弟们 不管那么多了 我们直接冲 哎 大熊猫 大熊猫直接TP我了 可还行 哎 我直接我就过来了 大熊猫快来帮助 哎 大熊猫直接开砍 我去好凶啊 哎呦 直接可以把别人击飞 你看 木影龙宝宝在哪里 哎 这里有一个铁炸 看起来就很有安全感 哎 有没有 哎 我还可以骑在这个 木影龙宝宝的身上 哎哎 我又飞了飞了飞了 啊 原地生天 我们挨个破坏 这边的 墨影水晶 木影龙降落了 我们直接用恶魂之炮啊 打他的头部 哎 他直接跑路了 熊猫 熊猫大哥 熊猫大哥 给你是个竹子 好 对对对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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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你这是什么 永春吗 这是哎 来了来了 最后我要拿木囊 熊死他 熊死木影龙 哎 等一下 怎么游戏卡了 啊 兄弟们 刚才发生了一件 非常离谱的事情啊 就是磁挡啊 在我轰炸的过程当中 直接被干崩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重新打一遍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小木影龙 他也是有 小心龙溪爆炸伤害的 空中之战 哎呦 而且这个木影龙发射的时候 头都在鬼处 哎 哇 这个伤害是真的高啊 他固定在原地的时候 就能给他秒杀掉 那如果大家喜欢看这样的 生存系列或者说奇葩挑战的话 长连蛋冲五千 明天继续日更 下一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